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飞时间 节目开始前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这个节目也开始有赞助了 对于自媒体来说 这是个好事 毕竟这是能持续为大家产出节目的基础 对于观众朋友来说 那也要先感谢一下大家的耐心和支持 烦请大家先听一下我对这期节目赞助商的介绍 1月8日中共就全面开放边境了 很多人都说这可能是中国人移民的最后窗口期 那建议您多去了解一些离开中国的方式 如果有观众朋友想移民 我可以推荐一家老牌的加拿大移民律师事务所 这家律师事务所是从1983年到现在已经做了40年 经验丰富 也有很多的成功案例 他们可以提供从移民到安家落户和子女教育一站式的服务 那没有英语基础的朋友呢 可以考虑他们的欧洲马尔他项目 这个门槛没有那么高 移民的选择性也更大了一些 最快6到8个月 全家就能拿到欧洲身份 需要申请第二身份的朋友 也可以考虑他们的护照类项目 比如圣基次 土耳其等项目 这些项目的成功率高或批快 圣基次的免签呢 包括英国 新加坡等165个国家和地区 可以享受税收优化 全球自由行等便利 那给大家推荐这家律所呢 主要是感觉他们是比较靠谱的 跟一般的移民中介公司不同 它是加拿大本地的律师事务所 律师牌照呢 官网可查 成功案例也非常多 是一家比较专业的移民公司 需要移民的朋友 不妨去资讯一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菲时间》 一位红二代 父亲是中共军官 母亲是人事厅干部 从小生活忧郁 却最终成了家中唯一的反党分子 在中国经历了牢狱之灾 来到美国后创立了非盈利组织 中国富权 帮助在中国受计划生育等政策迫害的 父女和孩子 他走过了什么样的人生经历和思考 来听一听中国富权创办人张军女士的故事 张军女士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你好 你好 好的 我前几天看到您在推特上 发了这么一段推文 就是您说呢 我也是中共军官家庭出生 父母兄弟姐妹都是共党干部 就出了我一个反党分子 带括号的反党分子 几十年来他们绝无一人要来美定居 我也绝不回去中国探亲 我挺好奇的想先请您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您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样的 然后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呢 我想那个推文可能是回就回复有一个人在说他关于这方面的事情 我就这样回他一下了 那么其实我们家呢就是我是出生在一个军队的那个子女 我是军队子女的就是住在那个军队的大院里面 我们在那里面长大 就是说在那边出生在那边长大 所以小时候我们是对外界是几乎没有接触的 那么我们要看到的这个这个世界呢就是家里面大院里面 还有就是学校里面一点点 那学校里面是一个小group 就是不跟其他人接触的小时候 您父亲母亲能不能很快介绍一下 父亲母亲是什么样的就是经历或者是身份 父亲就是一个军人当时是二爷的就是邓小平的刘邓大军的到贵州去解放贵州的 那么也算是一个老兵老军人了 那么母亲呢就是在人事厅后来就退休了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封闭很很正统很传统很封闭的这么一个环境里面 是 所以就是从小就是说就是您接触的就是比较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背景的人群不太接触跟您不同背景的人群是吧 是 不接触基本没有接触的 所以不了解真正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那后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些了解 在后来以后呢开始跟普通的一些同学啊 像他们好像很看起来是很穷很很饥饿的样子的哈 那么开始有些接触 但那然后呢我就开始去这个同学家里面 然后呢就看到那同学家里面简直不像话 我觉得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呢有时候我记得还有一个一个同学 他在老哭哭我问他说怎么回事你哭什么 他说他妈妈妈的那个那个小贩的那种摊子被没收了 然后还要被发有什么的就是被抓了 所以他在哭就是没有饭吃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呢 就是自己想着跟我接触的 我们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带着很多问题就回家去问大人 问父母 可是得到的答案就是说 你别管那么多了 那是人家的事情又不是你的事情 再说呢你小孩子的别管那么多 那是他们不好 他们投机刀吧 投机刀蹭着 所以根本就没有答案 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就引发了我的更多的思考 嗯 所以这样的就是情况状况 一直是到您上大学以前 中学高中都是这样的是吗 您真正开始就是对这个社会 或者是政府有思考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前面这一段呢 只是一些小小的东西啦 就是根本就还不算是有些 有些飞跃啊什么的 只是说看到一些现象而已 但是积累起来了 但一直到1979年 78年 贵州的民主墙 那时候呢 我是其实我是去读那个护校 那个护校呢 我们半天读书半天工作 正在公安医院 他也那么 所以一下呢 那个交通车 每天一下的交通车呢 就会看到那个 民主墙的那个 正好他们在那里贴大字报 贵州省的贵阳市 他们就在那个就是 中国最早期的那个民主墙运动 那早期一点的 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启蒙社 就在那里贴大字报 哎呀我就下去一看嘛 下车了就看 越看越起进公司啊 他们说的是对的哦 好多事情是这样子啊 所以就就产生了一个更多的 实际上那个时候飞跃 从那个时候开始 所以我就跟他们接触 他们去做义工 一起去印那些油纸啊 就是用那个辣油纸去印那些单张 或者是小册子 那是最原始的那种啊 就不是后来的油印本 那是手印的 反正手会弄得张兮兮的 当然我都会帮他们去做 所以跟他们也就很熟了 就是贵州的一帮的那个 民主墙运动的参与者 早期的那一帮 所以我自己呢 也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了 我的思想 对您说的这个飞跃 是什么样的飞跃啊 比如说就是您之前 就是对这个党啊 这个中共这个执政党 这个所谓的执政党 是什么样的认识 然后您在这个 开始接触民主墙之后 又是什么样的飞跃呢 那时候我是觉得 好像我们受骗了 其实社会和发展 这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体制不应该是这么糟糕的 其实我们认为那个时候 我们我认为的体制呢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社会这个不公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读到的东西 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这样子 但是真正的现实当中呢 太多的不公 那个时候我还是把 这种思想是停留在 那个天要漏了 我们需要去补它 这个阶段 还并不是说真的要推翻共产党 要推翻这现行的制度 建立一个民主 真正的民主社会 还没有那个高度 那个时候只是想共产党 改的好一点 我还相信他们是 会改的好一点的那种 所以您那时候觉得有 就让您觉得特别突出的是 有什么样的 您觉得不公的现象 让您觉得说想 想要去改变这个现状 哎呦这个说起来就是太多了 不管从生活也好 还是从政治体制也好 那个时候因为1978年 79年的这个时候呢 刚刚好邓小平不是就就下台 刚刚上来嘛 那个毛泽东刚刚过世 然后还有老的那几个死去了 那邓小平呢就稍微开放一点 我们可以说就是79年80年 这一段时间呢 是中国的这个思想 自由思想的一个小阳村吧 这个时候 他还是比较开放的 很多人就敢写些东西 暴露一些社会的阴暗面 比如说我们对贵州的 有一个女的被枪毙的一个女反革命 我们对她呢就有一个深挖的这么一个 就是刨根问底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告诉我说 她只是想要政府好一点 清廉一点 光明一点 并没有要推翻这个体制 为什么你们把它枪毙了 为什么那人命整不当人命 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当中 这么多人死 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这就是我的问题 当时的这个问题 那当然邓小平那个时候也否认了 说文革当中什么什么很多错的事情 但是呢总觉得他们做的不彻底 好像很多事情还是真的没有得到解决 所以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后来您就是说 参与这个民主墙啊 或者来做这方面的呼吁啊 慢慢的就引起有风险了是吗 就是慢慢的让这个公安啊 或者是什么中共的这些机关来找你了是吗 是但是民主墙运动呢 那就开始就一直到80年 那就闹得有点大了 其实那个时候邓小平呢 发动了在79年发动的那个 什么自卫反越 那个越战 对那个自卫战嘛 说其实我那时候我姐姐就在昆明军区 就在前线 当然他没有上战场 但是呢他是 他是在昆明军区里面工作的 那他是军人 就是我就问他很奇怪 我说你干嘛那个 我干嘛打仗呢 越南敢侵犯我们吗 他说敢啊 人家领导都是这样说的 我说领导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说反正领导说的当然是真的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这样子 后来很多人就说 哎呀你们这帮78年79年 这帮这一小撮人 不去保卫国家 你们就去干这些坏事 后来我才知道 邓小平时常发动这个战争呢 就是要转移一个社会的矛盾和焦点 然后呢他就来 然后把这种民国类的这种 这种 这种矛盾呢 转移到民主仇恨上面去 所以大家就同地共开的这样子去 反对外面的人 就忘记了自己内部 自己国家里面的这些伤痛 所以后来他就好 这个越战完了 差不多完了以后 他就把民主民主民主派的 就是当时的民主强的这些活跃分子 还谈不上民主派了 那就干脆就扫荡了 所以呢 就这些组织呢 就列为了反共组织 就是人呢 该抓的组织头就抓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当然我在里面也有参加活动啊 而且呢 那个时候我还爱上了一个 当时贵阳的民主启蒙社的一个 一个头吧 一个leader吧 当时是 所以也 他们几个人都被抓了 但是最后判刑的就两个人判刑 一个是那个社长 判刑的一个叫李嘉华 一个呢是叫杨寨航 他们两个人判刑 那我呢我就 哎呦 我爸一个战友的儿子说 嘿 你要有事了 你要被抓了咧 你知道你干了什么事吗 你犯上作乱了 但是后来那怎么办 他正好他是在政法办工作的 他就给我做了一个那种 港澳同胞通行证 那你就拿去跑吧 你不是说你在你们家里面还有一些关系吗 干脆你就走了 所以就到澳门去避开了这个 就避开了 然后呢我就找到了那个天主教的那个神父 就去问嘛 后来他们说 哦 这样子 他就安排我呢 就住到修道院里面去 那在修道院一住就几年 可是那个时候 真的是 现在说起来是很轻松了 其实当时经历起来的时候是非常难过的 就是太大的那个 像我们这种无忧无虑长大的孩子的话呢 就是突然一下子经历这样的多的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会想家里会受不了 您父母愿意让您去那边吗 没有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知道他们怎么让我去啊 那当然他们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是悄悄的走的 哦 你就这么离家出走了 就对打着背包就离家出走了 那所以就这样也还成功了 所以我就住在修道院里面住了好几年 哦 然后后来就是说因为您 我看您在过去的采访中说 因为您想家 然后您就回中国了 结果回中国就被抓了是吧 是 那个时候呢 因为非常想家嘛 我们做修道院里面 那个有一个 有一个墙哈 就是你可以坐到那个小矮墙上面 本来它就在半山上 我住的那个地方 就在半山上面的 然后你一看远处那个海那边 那边就是珠海 那边就是中国 那那个时候就是不通关的 不像现在就是都是一个国家吧 反正都是那个时候还是葡萄牙嘛 所以出出进进也不方便 也不方便 也不开放 那么经常就坐在那个小矮墙上 去去远远的去 眺望远方了 看中国 对 就去看那边 那边是架行 往那边再走再走 就会经常这样子 后来呢 改革开放了 然后呢 我收到我妈的一封信 嗯 说哎呀 现在改革开放了哈 你也可以回来了 你也就是我们对过往不咎啊 凡是只要你爱国 我说当然爱国了 那我肯定是爱国的嘛 那过往不咎 我就很高兴嘛 那我 其实你说我干了什么嘛 就是自己 自己 自己心里面就怕 就是说这种怕是真的这种怕是完全 就像现在很多人一样 根本没说什么没没犯法 可是他们就会怕 因为那个政治 那个体制哈 那个体制太邪恶了 他迫害人的方式大家都知道 所以大家都会产生这种恐惧感 所以呢 就是说你决定回国 然后但是当你回国以后 就是还没有进家门 他们就在列车上就把你抓 抓了 然后抓了之后就审讯就 就投入牢房 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整个过程就这么简单 当时也如果说我要是跟他们配合 就是说你还可以马上回去 他们就是直接跟我这样讲的 但是呢 我是就是没有这个兴趣 去跟他们的deal这些东西了 他们要你配合什么呢 就是配合说你到底哪些人跟你联络 你住在修道院里面 到底是 因为住到修道院里面的不是特务 女的就是特务 修女就是特务 就是女特务 然后那个神父就是男特务 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概念 他们的思想 你们就是这样想的 他们就把这个修女和神父 就当成电影里面的女特务 男特务 所以他们一定要叫我交代 我是不是好交代的 他们就是很好的人 就是一个信上帝很好的人 没什么好讲的 那没什么好讲的 你要坐牢 你要知道这个后果 我知道就知道嘛 做就做嘛 那个时候也不怕死 也年轻 反正也没死过 所以就说 好 那他们就警告我说 反正你就是 你要对你自己负责 你要是不跟我们交代清楚 你要是不跟我们合作 不走坦白从宽的路的话 你对你自己将来负责 这个事情他们也跟我妈讲 我妈说我也没办法 所以后来嘛 就判了我三年刑 反正他们说 你这个女儿不得了 不整她几年是不行的 那我也还是不太明白 为什么就是你在澳门 已经待了几年了 几年后回国 他们还要抓你呢 他们什么 为什么还要抓你呢 他们把我的问题是说 就是说 关于我在国内的 做的那些那些事情 就是那些参加启蒙社 运营辣子 运营什么的 这些小东西 运输一下什么小东西 传点信息 贴贴大字报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都值得清除楚 也不值得他们去做什么 可是我在国外 他们确实可能 他们想利用我 就说我跟红苗镇嘛 想利用我继续住在修道院里面 然后继续就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女蝶了 然后呢去 他们做间谍 对 帮他们去做一些活动 我估计他们老追问 老要我坦白交代的最后的那 那当时的话 一个我是想不到那么多 二一个我是不想跟他坦白交代 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没有第二成 然后他们就把我判了三年 就是这样 那好 那继续聊您这个牢狱之灾 就是您判了三年之后 中间您还就是试图越狱 然后结果没有成功 又被加判了 所以总共做了五年牢是吗 是 是五年 一天都没少 也没减薪 对 那个 就是足足的五年 其实 就是在这个 不过我现在想起来 其实一点都不后悔 你知道那是一个人生经历 现在想起来一点都不后悔 那五年当中呢 真的我就得到很多 很多很多的生活的这种教材了 第一个我们其实五年以前 我生活在就是这判监以前 我是生活在澳门 是在那个修道院里面 那接触的呢 都是很善良的人 有理想 就是有信仰的人 那么在之前呢 就是在我们家里面 我生活的也是在一个 单纯的家庭里面 我们的那个建的社会 都几乎没见过什么社会 所以一下子在牢里面的时候呢 就看到了太多太多 可是好在我还接收还快 就是说 也没有那么多自卑 也蛮 就是在用那些管教的话来说 就是我蛮猖狂的 因为没死 没死过嘛 就蛮猖狂的 所以 在五年这个里面呢 就经历了我 我记得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过世了 在这个时候 我父亲过世了 这是我其中一次逃跑的 这种 这个动机了 就是想出来看一看 父亲的粉嘛 因为我跟父亲感情很好 父亲是那种 他是军人 他是共和党军人 可是他是打仗的那种 就觉得是为了一个理想 是为了解放全人类 而去现身的这么一个人 这是很单纯的 其实他们都是谎言里面 都是被骗的那一群 单纯 但是被骗的 从他 他参军也才十几岁 所以他就是一路一路被洗脑 就是被骗的那一种 所以我 我也觉得他 其实也是 蛮 一个很悲剧性的一生了 我觉得是这样 他还蛮正直的 所以我们家的那个 有没有什么 像现在的这些人 贪污啊 家里面那个 什么的 怎么怎么有钱 我们都不是 所以我跟我父亲 关系蛮好的 所以我特别想 特别想跑出来 到父亲的坟头上 去看一看 去拜一拜这样子 那是我最困难 就是说 最伤感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 父亲过世 那您觉得您在监狱里 为什么能 就像他们说您的一样 为什么能那么猖狂呢 为什么就是 您觉得这几年 脑狱之灾 给您带来最大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静下来 想 慢慢的想 前前后后 读书 那我就读很多书 什么书都读 拿到身边 手边有什么 读什么 家里面送来的 还有那个老改 老改农场 他不是有一个什么 预兴教育 学校吗 那所有的读 冬天呢 我在那边 给他们上那个 中文历史课 夏天是采茶 我们那边采茶的 那我就读很多书 那边有一些 有一些书堆的 就像一个小仓库一样的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书 包括马列的书 那以前我们学 读马列说是信仰马克思主义 可是从来没有认认真真的读过 可是在那几年的时间 我有认认真真的读过 马克思的著作 包括毛泽东的著作 结果读下来以后 把所有读到的书 全部总结起来以后呢 原来就是一个乌陀邦的 这么一个idea 这么一个理想的 不可能实现的 这么一个思想 去让中国人呢 去硬套在中国人身上 结果就漏洞白出 然后就加上共产党的那种 那种邪恶的本质 所以让中国 中国人老百姓就这么 一代一代的这么受苦 然后就是隔几年 又来一个文革 隔几年又来一个什么什么 政治运动 一直不停的折磨中国人 都是围绕着一个 中国共产党 就是要做皇帝 他们就是要掌统 他们所谓的共产主义 实际上他也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 就是这么一个怪物 他就是一个怪物 说到底就是一个怪物 他就要统治中国 他就是要站在这个位置上 他比皇帝还可恶 还邪恶 所以读下来的结果呢 我就觉得以前我们想到的 说中国 是不是太 就共产党 他们天漏了 要补天 然后呢 后来我想起来不是天漏 我们是要把这个天全部掀翻 掀翻了以后 重新来一个 重新来一个 真正的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 这么一个政治体制 只有这样子 老百姓 中国人才可以跳出 那个那种封建落后 野蛮的那种环境 才能提升到跟外国所有的 比如说那时候我也没到美国 然后呢 就像澳门 至少像澳门这样的一个生活体制 大家自自由由的 发表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香港澳门 因为我在澳门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 国外的东西 也接触到很多不同国家的人 那所以 我的看 我看的和我读到的和眼前的 澳门看到的眼前的一结合起来以后呢 就觉得是这个体制要彻底的掀翻 不是天漏要补天 而是要把天全部掀翻 然后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天地 这就是我五年的沉淀 五年的思考结果 那您觉得为什么您在那个环境中没有受到中共的洗脑呢 第一个呢 我不怕他们 就是说 有一点骨枝里面还是有一点那种 那种什么所谓的正义啊 那种我认为我做的事情是正义的 我就坚持下去 我就不怕 然后我不觉得我犯罪 我有这个底气 第二个呢 我这个底下还有一个支撑点就是 我觉得我是一个干部子弟吧 一个军人子弟吧 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了 判了我就判了我嘛 有什么嘛 他们不会打我 或者不会怎么那个我 那个时候我妈在省人士厅 你知道一个省的人士厅 包括下面的劳改局 就是我们劳改的这个 这些农场啊什么的 他的那个都是属于人士厅管的 他的人士啊 那些调动啊什么的 所以我就没有那个怕劲 我不但是不怕 就是说还敢跟他们去反抗 还敢跟他们反抗 这是第三个呢 就是我觉得 我讲的话 当我反抗的时候 我讲的话是正义的 所以基于这几点 还有我的性格死然了 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 那就导致着我 在那几年 其中还打过一个管教 一耳光 难管教 所以所以 所以当然了 这差一点也是 打完了以后 差一点也是被关独居死了 后来 后来 后来那个厂部的那些党委啊 什么什么 那些那些更高层的 就到我们这个中队了 就来来调解 就什么回事 来解决什么的 后来发现我是有理的 我打 我是有理 我是债理的 然后呢 就不了了之了 就算了 还没还没被打回来 要是如果其他的人的话呢 那可能就是一阵死打了 那那就 永无放生之日了 就是你敢这样子做 那个是惊天动地的 那个是从来没有过 那女犯了 这所有的这些女 的那些服刑人员当中 是没有人敢被他们打的 而有的只是说被他们玩弄 这个一个二个三个四个这样轮流 每天都轮流的去被他们玩弄的 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 这种情况就有 你跟他打 你打一个难管教 而且他是指导员 那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就是您的这个家庭的背景啊 身份确实对您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是其实呢 我觉得您这个不被洗脑呢 在这之前也一直是这样 就像刚才您说的 您姐姐说到这个越战的时候 他就说上面是这么说的 然后您就问说 那上面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真话 我觉得这个是挺不简单的 就是很多人可能在中国 他对于政府啊党啊说的话 他就他就坚信了 然后在您这边您就会质疑说 你这说的是不是真话 是 其实就是说 因为小时候的太多疑问得不到解决嘛 后来解决的一部分的话呢 都是靠外面的资讯 看我知道和看到的资讯去解决的 解决的跟我所受的教育 那是相反的 所以我对这个党的所有的 他的政策 他的法律 他的规定 那我都会有打一个疑问 所以他做了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会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越南那么小 有什么理由 他跟美国才打完 才打完仗 就是说打那么多年 那为什么他又来打我们 我们那么大 那么强 他干嘛又来打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疑问 那就是这样子我就 我问了我姐 当然我姐是完全就是相信党的 党说的 您这五年牢狱之灾做完了以后呢 您就出来 出来是说 当时您就是想离开中国了是吗 是 后来 后来 完了以后呢 对 这个地方 没有我离追之地 女劳改犯政治犯 你拿几次去什么的嘛 算好了 我就说 就想办法就离开了 所以呢 我就是先是到了香港 然后呢 到了香港以后嘛 我在香港 就是说香港还可以 那个时候还可以待下来 所以呢 在香港呢 我又找到了我自己喜欢的工作 那么也就是说 我先是在杂志社 我开始的时候是在前校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 好像有听说过 对这个杂志 前校杂志 那个时候是香港的几家 就几家 几家政论杂志吧 曾明 前校 还有那个开放 那我在前校工作了以后呢 然后呢 一段时间以后我又去了报社 到了新报 所以呢 就是在 开始做复刊 后来做新闻 那么就是 但是都是编辑了 我都是做编辑工作 都不是记者 那一直就是这样一直做 做97年以后呢 哎呀 香港要回归了 很多人 包括香港民主派的都说 哎呀 我们要有一个身份认同感 我们不能再当殖民地的人了 我们要那个什么 我们要回归 那邓小平说的 50年不变 50年以后肯定就有中国也就民主了 我呢 因为我从那个地方来 我了解中国 我了解中国 我了解中共 我从这个家庭出来 我了解他们 所以我说 OK 你们信 我不信 我走 我死都走 我就是不会也不会在这边待 哪怕我离开我很好的工作 所以我 跟我们家的人 带着女儿 就逃到 就来到了 就是您在97年之前 就就决定要离开香港 所以在回归之前就走 就离开了 对 他是七月份回归嘛 我六月份来的 最后的一个月了 我其实真的很不舍 很不舍 因为香港实在是太太 就太好了 我觉得非常的合适我 我觉得太是自如了 在香港 但是呢 因为他回归了以后呢 我知道你就不会自由 我这人是 就是一辈子也就在追求 我精神上的这种自由的 言论自由 所以算了 我们就走吧 就这样子 我们就离开了 就到了命 这可以说 这太清醒了 那个时候真的很多人很多的人 都认为不至于这样啊 当然也有很多人走 这确实是 是 是 很多人他们 走的人呢 都是 几乎都是受过害的人才会走 没没死过的 没被整过的就留下来了 真的 就像我当时 当时回去一样的 那个时候没死过 不知道 还以为 根本我也没犯罪 也没犯法 没什么 没什么事 其实呢 不是这样子的 真的是 那您到美国来以后 怎么又创建了这个中国父权呢